5月18,全国确诊人数再创新高达85,310人 金融市则有2425例 因应疫情高峰逐渐浮现 为了降低学生群聚感染风险 金融市长牛昌宣布 5月23号起到毕业典礼前 金融市属高中三年级及国中九年级学生 改采线上远距教学 国立及市立高中则建议各校参考办理 我们考量国九的同学 他们已经完成会考 并且正式的课程也已经结束 另外高三的同学 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已经完成学测 仅有部分的学生需要进一步参加分科的考试 所以我们决定 我们金融市所有的国中九年级的学生 以及市立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从5月23号到毕业典礼前一天 以不到校采取远距教学为原则 那至于国立以及市立的高中 因为不属金融市政府所辖管 他们是属于教育部所管辖 我们以建议他们参考办理为原则 那另外如果学校有相关的重要的活动 比如说升学的辅导 还是志愿的选田 以及毕业典礼的一个预演 或者是包括疫苗的接种 还有办理离校的手续等等 学校能可以安排学生到校 至于国一国二生及国小全力级学生 牛昌者决定不比照双北做法 维持现行实体与远距融合教学 以免延伸各项困扰 那至于其他的国中还有国小的学生 我们考量顾虑的比较多 因为国小的一个学生是12岁以下 如果在家里的话 需要有这个家长来陪同 那就会延伸包括家长要不要请假 有没有办法 这个还要去上班 那是不是要托付给这个阿公阿嬷 甚至是可能没有阿公阿嬷可以托付 等等衍生很多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我们基隆是在之前就考虑到 这些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也是在全国之先 实施实体跟远距的融合上课 那也解决了很多的一个家长的一个疑虑 那从之前推动以来 因为家长是可以视他自己的一个条件 还有一个状况 自己去做上不上课的一个选择 要不要到校上课的一个选择 那推动以来 其实实施的状况还蛮顺畅的 然后对于学校还有小孩的一个上课 还有教学学习的一个情形 也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在其他的一个国中 还有国小的部分 我们不会跟进台北的一个做法 我们基隆还是维持现况 采取实体还有远距 这个融合上课的一个方式 至于国小疫苗施打进度 根据教育处方面统计 到5月17号为止 已经有23所学校 共1396人完成疫苗施打 5月18号则有中和 中华 龙胜、中山、马林及仁爱六所国小 进行疫苗施打 记者张琪辰 今天我们报道